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安德烈·卡尔塔晓夫是四川标榜国际职业学院的一名外籍教师 到今年国庆节他已经在阳光城生活了四年多 来自俄罗斯的安德烈·卡尔塔晓夫在这所学校里已不再是一个老外 身边的老师和同学们都习惯地称他为中国迷 这天他听说学校要选派一批师生去北京参加为庆祝建国60周年 专门创作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复兴之路》的化妆造型工作 作为一名中国迷 他期盼着能够在十一前夕到中国的首都北京去走一走看一看 虽然和师生们一起去北京的愿望没有实现 可安德烈·卡尔塔晓夫却没有闲下来 心里总盘算着要为新中国建国60周年做点什么 经过一番思量之后 他走进了学校的阅览室 安德烈·卡尔塔晓夫毕业于俄罗斯列宾美术学院 在中国生活的日子里 他阅览了大量中国艺术方面的书籍 同时还找来了许多关于中国历史 以及成都统筹城乡方面的书籍和资料 一个外国人为什么突然对成都统筹城乡产生了这样浓厚的兴趣呢 他的行为让很多人都有些疑惑 其实安德烈·卡尔塔晓夫早在四年前与龙泉结缘的时候就开始关注成都的发展 大概在四年之前我来到农泉 然后当时大概是三月底四月初的样子 在我的家乡圣彼得堡是烂天飞雪 而且非常冷 可是当我来到中国来到农泉之后我发现简直是来到了天堂 因为这边刚好是桃花节 遍地桃花盛开 我当时觉得好像就来到另外一个世界一样 当时让我太惊讶了 首先让我觉得惊讶的是中国 中国人民与这个自然的紧密结合太紧密了 因为在其他我去过的其他的国家都没有什么以什么植物来命名的一个节日 而中国这边的桃花节实在给我印象太深 漂亮的桃花 乌托邦式的生活 热情友好的桃乡人 独具客家韵味的人文风情 以及在统筹城乡的大背景下日兴月异的龙泉 让置身一国桃花园中的油画大师安德列·卡尔塔小夫 很快克服了生活和语言上的障碍 找到了灵感的源泉 没有想到在阳光市这样的小地方 我居然找到灵感让我平静下来 让我从内心以来慢慢琢磨我的过去 以及过去我在我生命中出现过了最重要的人和事 阳光市这样一个地方虽然说小 但是绝对是我一生中必不可望的一个地方 一个让我一辈子值得回忆的地方 同安镇的这个小广场 就是它的食堂 就是它的春夕路 它每天都会出路在那里 吃饭啊生活啊和老百姓打交道 它真的很喜欢这里 它觉得这里的人特别的淳朴 就像这个高庚去的这个塔吉提岛 就像莫赖的花园 它就是这样看的 宁静 而且生活 成都人嘛都比较悠闲 就在学校里的部分老师和同学 启程前往北京的第二天 安德烈卡尔塔小夫 对自己在俄罗斯期间的一些油画作品 进行了归纳整理 并再次拿起了画笔 他决定要举办一场具有东方元素 和俄罗斯风情的个人油画展 用自己特有的方式 为中国国庆献上自己的祝福 在经过安德烈卡尔塔小夫 一段时间的苦心创作之后 一幅幅凝聚了他心血的作品 终于呈现在了老师和同学们眼前 这些油画作品大都精美大气 画布上人物传神专著 无不写露出中俄文化的厚重底蕴 和画家深厚的艺术创作能力 他画得非常的好 他把那些人体的结构都表现得很好 他的这幅画也是写深的 在那个理工坊那边写深 然后把那种女工做了工作的那种 专注的神经 然后工作的认真的表现出来了 标榜是一个艺术性的协商 他这里的 这里主要让我们就是 多接触一些人体结构 然后人体艺术 让我们从中学习 他画的美幅画 人物都非常的形象鲜明 那个特点很好 像这幅画的话题目叫做等待 然后是在 就是在龙泉阳光城这边 就在我们学校创作的 这个个展上面 它总共展出了一百多幅画 在这一百多幅画中间 起码有一半以上都是在成都这边创作的 在创作这些作品的过程中 安德烈·卡尔塔小夫想起了俄罗斯 想起了他的家乡圣彼得宝 想起了那里的东正教教堂 在阳光城这么一个小地方 他都没有想到过 他居然会创作那么多 就是一些传统的 关于俄罗斯生活的一些画 大家可以看到 就一对新人 在教父面前 举行婚礼 所有的人都会围绕着他们 所有的人都会祝福他们 让人感觉新的生活已经开始了 但是大家会注意到 没有人会注意在那个教父的侧方 那个地方会有一个女生 对不对 然后那个地方就会给大家一个疑问 那个女孩子是谁呢 是新男的前女友 还是姐妹 还是陌生人 所以说他觉得一幅最好的油画创作的话 之后创作出来的结果 应该要给大家带来无数个疑问 所以他认为这幅作品 最成功的一点就在这 大家都会有不同的答案 也会有不同的猜测 9月底 安德烈·卡尔塔晓夫 为新中国国庆60周年 献礼的愿望 终于变成了现实 他的个人作品展 吸引了包括中央美术学院画家在内 众多海内外艺术爱好者的目光 俄罗斯画我看很多 他现在画的就是既然是有现代的原始 也和很多方法还结合了东西的规划 能传到西云的 特别他画的中复概念 看的话看得很亲切 我们都在国外嘛 但是看到就是我们的同胞的一些 艺术作品感到非常高兴也很亲切 而且我看到他的很多画 还是跟中国有关系嘛 就看到有一些比如 例如李嘉的一些风景啊 或者是一些中国的一些 就是他画的一些中国人 就是他眼中的中国人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特别 因为就是中国人画一些中国的传统的一些画 从他们的角度来画的作品 但是一个外国人画 就是他眼中的中国 他眼中的这些东西 这些风景这些人 这个是完全另外一个角度 东方美女 然后就是我觉得还是 对跟中国人画的那些 东方美女感觉不一样 然后很特别 还是很有意思 艺术来源于生活 安德烈·卡尔塔晓夫的作品 即使他直书胸义的表达 也是龙泉桃花生活的具体表现 我们相信随着龙泉的快速发展 还会有更多的国际友人 来桃花园里工作生活 在这里他们也会找到自己 栖息的天堂 好 感谢收看社会广角 观众朋友再会 再见